我刚出现了 走了走了 要这样进场 你好大的排面哦 哎呦受伤 哎呦受伤了 我躲在车里 哎呦受伤了 我躲在车里 大都老是背回来了 背个那个小朋友 恭喜周深 斩获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2022年度颁奖 年度最受欢迎男歌手 年度微博金曲 年度十大金曲荣誉 花开忘忧 荣获年度微博金曲 年度十大金曲 周深本年度 共获十五首冠军单曲 真的是实至名归 恭喜周深 周深2022年 可谓是忙碌而又充实的一年 不仅在歌曲上 精益求精 音乐风格上 也在不断超越自己 作为一名优秀的音乐人 他敢于跳出自己的舒适圈 不断挑战自己 对自己的音乐作品 他也非常严格 无论从曲风 舞台风格方面 都可以看出 他是一名非常优秀的音乐人 也是人间的小百灵 音乐音乐 周深的唱功 已经是被业内认可的高了 除此之外 他的高音也是数一数二般的存在 被要求曲目保密的晚会 压根不能让周深参加彩排 不然一唱 整个地区都知道 周深的保密歌曲是啥了 也正是因为他的音太高 所以拉麦成了他每场表演 必备的动作 稍微看几场 就能轻松剪出一段拉麦合集 人家拉麦是战术 周深拉麦到肚脐一眼还先不够 最后直接躺平 麦甚至限制了他的发挥 就这强大的声压 麦克风不拉这么远 估计都得炸麦呢 而遇到固定麦克风 无法开技能的时候 他更是战术后退 反正看周深的直播 镜头里人和麦只能出现一个 有人说生活没有彩排 每天都是现场直播 这句话扣在天籁歌手周深的身上 最合适不过了 不要小看这个拉麦动作 声乐的本质就是共鸣 但凡像周深这样的声乐高手 都是共鸣那天的 潜音低唱和放声高歌的音量差距 可以达到几个数量级 可以看出周深的拉麦是非常专业的 这才是拉麦的正确打开方式 而为了达到最完美的效果 他在台下要反复练 反复实验 所付出的努力 是我们所想象不到的 正所谓 台上一分钟 台下十年功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我们明天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曲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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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